大家好,南大官的乎路对到性别病典有更加亲密识识。 南大官乎路过,今天特别在文化教的演讲听伴侣言识。 邀请社团变运给理事有求过来演讲性别病典政策的相关译题。 另外,我安排赞业的老师来教美知美意,希望提升官来如性朋友的气质, 预警到13兄弟,将近300个乎路跟建丁来参加。 穆德老师带动载专的乎路,做个跳舞来载专,也关乎理会,定期都会办理和保健室。 这次除了策略第三组团变运的乎理所,讨论性别病典的进程,也策略美知美意的教室,来分享基本的内疑,讲话和清查的机卡丁丁。 我们所讲的议题就是,我们县政府都一直在推动的两性平等这个议题, 还有我们身为女人,就是美知美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程。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研讨会,特别的加进去这个美知美意的课程, 也希望说将我们南投县的女的姐妹们能够带到有气质的那种感觉。 两性制度化,听起来好像很农场,简单讲,这样的一个制度化, 国家定这样的政策,不是针对女同胞在做的,她男同胞一样照顾,第一点。 第二点,让大家知道说,如果在两性平衡着这个地方, 她是希望政府用政策来保护。 不然是连与社团,府理会的性质是随着时代的进步, 占对辅助,提供教育,宽保以及社会工业丁丁丁的学习。 那么管政府社会以及劳动处,对府理会的理念也相当赞同, 表示将来也会继续提供支持,做会促进性别平等理想。 其实现在已经不叫两性平权,应该叫性别平权。 因为现在有第三性,所以两性平权这个名字现在已经修正到为性别平等。 那我想不管我们在工作上,在教育上,在各种领域, 我们都尽量的去推,尤其在就业服务法的部分。 像最近我们把这个孤女补育室,就是生育之后的企, 给我们小朋友企令的这个补乳室。 以前我们是350人以上,就规定企业包括政府, 包括企业都要设补乳室。 那现在我们可能今年就把它降为100人。 透过一年一度的件事, 有理会希望给大家之外, 还要了解社会当中的多大的障碍, 马国磊夫路走出来,参谋集合以及各种外团, 变得越来越有主信。 以上,现在我们的报道。